今天這幾款裡面吻最愛最愛的粉底 首先它上起來的感覺很舒服 幾乎像是沒有帶妝的感覺一樣 嗨大家好我是BOBO 今天久違的彩妝單元啦 要分享給大家的是適合混合肌們用的粉底 開架版 那之前我有拍過一支專櫃榜 我把影片放在這邊 還沒有看過的可以去看看喔 那今天一共有6款粉底 一樣會從它的保濕度、遮瑕度、持妝度 三個方面來去評比說它到底適不適合混合肌 以及它適合什麼樣的膚質 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款是MABRIN的反恐特務粉底液 那這款不用多說了吧 它的討論度呢非常非常高 許多混合肌呢 油肌的口袋名單呢 都會有它的存在 那我就來跟你們講 為什麼它會這麼火紅的原因吧 首先呢第一個在於保濕度的部分 對於一個霧面粉底來講呢 它的保濕度呢有中等的水準 不過呢它上臉之後呢要趕快推開 因為呢它還蠻容易乾掉的 再來呢就是遮瑕度和持妝度的部分啦 遮瑕度的話我覺得大部分的瑕疵呢都遮掉 只有比較嚴重一點的瑕疵 例如黑眼圈 就大概遮個六七成 持妝度的話呢它剛上臉呢算是霧面的 不過過一段時間呢會變成 漂亮的奶油肌 那一整天下來呢就是T字部位 然後還有鼻頭這邊會出油 其餘的部分呢我覺得倒是還好 那這款粉底呢我使用下來啊 我覺得比較適合 緩和偏乾到油肌的人使用 乾肌的話呢真的就不太適合囉 接下來呢第二款粉底呢是 RORIO的24小時無暇完美粉底液 那大家都知道亞瑟蘭帶的那款粉持久吧 也是油肌呢跟混合肌的口袋名單 我把圖片放在這邊 這一款呢它就是俗稱是開架版的粉持久 首先保濕度的部分呢 它的延展性還蠻好的 有中等水準 再來是遮瑕度 它的遮瑕度呢我覺得是斑點啊 毛孔或是均勻膚色 它的這些表現都還不錯 但是呢遮黑眼圈就不太夠力 可能要再疊個兩三成 那持妝表現的部分呢也很不錯 一整天下來呢也都不太會有暗沉 不過呢有個地方要注意的是它的味道 有點像是古隆水的那種味道嗎 就是男生噴古隆水的味道 我覺得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種味道 那對味道呢比較敏感的人的話呢 我建議呢就到開架那邊去試用看看 就會知道了 接下來下一款呢是這個 HIMI的清透柔光粉底液 那這款呢從要上市之後呢 它的討論度也蠻高的 畢竟呢是HIMI呢 他們家第一款上市的粉底液 那我用下來呢 從保濕度的部分開始講 它的液體呢流動性很高 然後延展性也不錯 對於乾淨來講呢也不會太乾 再來呢是遮瑕力 遮瑕力的話呢 因為它主打的是呈現皮膚那種自然原生的樣子 所以呢比較大的瑕疵呢 幾乎都遮不太掉 我覺得呢 它比較適合換那種自然淡妝裸妝的那種感覺 那最後持妝度呢 就是兩個字 普普 我買到現在呢 其實用它也用了沒幾次 你看還剩蠻多的 原因呢就是在它的遮瑕度和持妝度 上它很清透自然的感覺沒有錯 不過黑眼圈啊 那豆芭那些 你還要上一堆遮瑕膏 遮這麼厚 再來呢就是持妝度 一整天下來呢 我化的妝呢幾乎都在口罩上了啦 回到家呢要卸妝的時候呢 幾乎都沒有妝可以卸 全部都掉光光了 所以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推薦它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士友蘇 我是瘋狗鞭 終於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鞭照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哦 掰掰 接下來呢下一款是 SOLONG的專屬定製清粉底 那這一款呢 我覺得跟剛才HIMI那一款差不多 主打呢 都是比較清透自然的妝感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妝感呢 比較偏霧一些 那保濕效果呢 也是不錯的 是乾肌也可以用的那種 不會太乾 第二個遮瑕度的部分呢 也是偏低的 基本上大瑕疵 黑眼圈 豆八幾乎都遮不太掉 要另外搭配遮瑕的產品 最後實妝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 雖然呢 它不像HIMI那一款 就是很容易脫妝 但它的實妝表現呢 也沒有說很好 也就是偏低 像現在戴口罩的時候 我覺得也不太適合用它 再來呢 它也有味道 它味道比較像是 皮革味嗎 如果呢 大家對這款粉底有興趣的話呢 建議呢 也是到開架去我們看 我真的是 不喜歡有味道的粉底啦 接下來 下一款呢 是這個 KATE的 零瑕機密微光粉底液 這一款呢 龍登今天呢 這幾款裡面 我最愛最愛的粉底 首先呢 它上起來的感覺呢 很舒服 幾乎呢 像是沒有帶妝的感覺一樣 保濕度的部分呢 它的流動性比較低 而且呢 它的粉底很容易乾 所以呢 在上臉的時候呢 記得不要 全範圍上完之後再拍開 要小部分小部分 少量多吃得上 才不會有厚粉感 再來 第二個遮瑕度的話呢 它的表現很不錯 妝感呢 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種 可以去均勻你的膚色 好像呢 你的皮膚呢 就是天生那樣子那麼好 自然呢 三八出光的感覺 我覺得呢 它用下來呢 跟植唇袖那款小方瓶 用起來差不多 但是呢 植唇袖那款又更霧更乾一些 那持妝表現呢 喔 真的是不用說 一整天下來呢 就是維持肌膚那樣子的狀態 只有鼻頭這邊 有微微出油而已 其他地方呢 都是 完好無缺的 那這款呢 我使用下來呢 很推薦給混合肌到油肌的人使用 乾肌的話呢 使用的話呢 也是可以 不過呢 它就是比較乾一些 那使用之前呢 要記得做好妝前保濕 接下來呢 最後一款是這個 Integrate 柔膠清透美肌粉底液 它整體呢 是以品牌的紅色為主 蓋子打開來呢 是用這樣子擠出來的 那它主打的妝感呢 也是比較清透自然的妝感 比起上一款粉底液呢 它的遮瑕度又更低了一些 更接近原生皮膚一些 但也因為呢 遮瑕力比較差的關係 所以比較基本的 瑕疵啊 黑眼圈 斑點 豆瓣那些 幾乎呢 都遮不太掉 要另外搭配遮瑕產品 那它的流動性呢 比起前面的幾款 真的是蠻高的 甚至呢 單單用手就可以上了 所以呢 這一款呢 我比較推薦新手使用 真的是蠻好上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適合混合肌們呢 又得6款粉底啦 那如果呢 要從裡面呢 挑出一款 混合肌的命定粉底的話 絕對就是KATE的 零瑕機密微光粉底液了吧 雖然呢 它的保濕度呢 比較偏低一些 不過呢 對於混合肌 局部出油 局部又不會的情況下呢 它的表現呢 真的還不錯 一整天下來呢 也只有鼻頭微微出油而已 真的是很讚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也要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